而与您消费权益息息相关 来看台中有一位民众带着五张火锅折价券 从台中特地有到了桃园 想不到吃着满肚子疑惑 原因就是因为出在这折价券上面的一排数字 这一排数字是以02为开头 真的是标示不清 以为这个02是不是折价券的编号 但其实这是使用的期限 表示民国102年 就民众抱怨 也有很多会有这样的疑问 民国102年只写02 这似乎是西约的写法吧 错认折价的日期 也因此让它导致吃火锅没折扣 热火锅的火锅吃饱喝足要付钱了 拿出折价券要想用折扣 结果怎么会这样 我们怎么会知道02是等于102年 所以我们本来预期是可以省500块钱的 现在却只能省100块钱 就是最后这一张 投诉民众说特地带折价券要开心吃个饱 想不到吃住满肚子疑惑 因为这家圈上面的这一排数字 到底是编号还是日期呢 如果是日期 前面这两个数字02 是新元2002年吗 或是民国102年 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意思 真的觉得我们煞了我们的风景 来这边吃东西 真的从台中跑来 有点浪费我们的时间 投诉民众说标了不清不楚 只好问店员问个清楚 原来这排数字是使用期限 从民国102年2月20号 用到民国102年5月31号 102年怎么偏偏上个一 我一次带了五张 我还特地从台中上来 没想到这都不能用 因为他可能 因为他那个张的关系 他那个张的上面是没有 就是两位数两位数的比重为主 目前坊间很多店家都会发送折价券 标示的方式各有不同 但是消保官说写法一定要明确 得标上使用期限四个字 民国102年1023的数字都要写到 如果这些02会误导民众以为是西元年 那态度还蛮强硬的 一直强调说是我没有看清楚 写02就是102的意思 那我觉得既然是102就写102 为什么要写02呢 因为使用期限标示不清 结果错任折价日期 吃火锅没有持扣 还从台中特地到桃园 民众抱怨白跑一趟 瑞光玉德 徐一玲台中采访报道 在这边是102的意思